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 穷小伙买彩票中了三个亿,却被最好的朋友给骗走 事情从一场盛大的四人party说起 男主名为伊南,是聚会的主办方 和他一起的人名叫九十九,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 明明是他主办,表现的却像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聚会一样 名叫阿京的妹子抢过他的手机 强行指纹解锁,加上了伊南的账号 阿京穿着艳丽,打扮十分潮流 众目睽睽之下,抱着一根钢管不停的摩擦旋转 现场的气氛十分火热,九十九向众人分发相濒 兴奋中,他竟然脱下阿京的高跟鞋 将鞋当作酒杯痛饮了起来 喊上伊南,说是九十九和伊南在一起才完整 随着莫名的起哄,伊南也痛饮了一把 这还不算完,九十九拿出一搭一万日元的钞票 跟随着现场火热的气氛,漫天撒钱,尽情潇洒快乐 伊南在其怂恿下,也拿了钱撒了出去 他彻底融入到兴奋当中,站在舞台成为了焦点 而九十九在此刻独自走上了楼 打开保险箱后,从里面拿出几大包整齐的钞票 经过这么一晚上的happy,伊南被惯得不省人事 等他睡醒的时候,整个房间只剩下他一个人 九十九和三亿日元也消失不见 情急之下,他首先找到了当晚的美女阿京联系 阿京表示,晚上的聚会是朋友介绍去的 举办方是谁,他根本就没有在意 只要能happy就可以 九十九他倒是不认识,但知道这个人 他曾经是购物网站bycom的创始人 阿京,郑乔珍是四大创始人之一的白赖先生 他的好友列表中,每一个人都有前缀解释 白赖前面写的是义南,意味着亿万富翁 仅跟他下面的好友解释便是杂鱼 可以看得出来,阿京非常势力 在阿京的介绍下,伊南游行见到了亿万富翁白赖先生 白赖曾经担任bycom的超级工程师 作为四大创始人之一,他的数据分析能力帮助公司 成长进步,面对突然造访的一南,他并没有直接告诉九十九的联系方式 而是打听一南为什么要找他的原因 事情要从两个星期前说起 一南为了哥哥做担保人借了三千万 哥哥拿着钱跑路,只能让他来偿还 因为欠款事情发生后,一南的媳妇带着女儿和他分居 一南白天在图书馆工作,晚上还要去工厂制作面包 每天只能吃最便宜的饭来填饱肚子 即便如此努力工作尽力节省 他所欠下的钱和利息加起来,要三十年才能还完 每到周末会轮到一南陪女儿 由于他比较落魄,只能带着女儿去热闹街区闲逛 女儿一眼便看出一辆作为奖品的自行车 一南也想买下来,但是实力他不允许啊 一位好心的老奶奶主动送给他一张臭奖券 凭借着这张券,自行车没有抽到 居然抽到几张彩票 虽然事与愿违,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 晚上,一南居然发现这张彩票中了奖 奖金金额更是高达三个亿 这下可把他乐坏了 阿京听到这里,不由地跟着惊讶 没想到看起来这么窘迫的家伙,竟然是亿万富翁 随即将一南的备注解释由杂鱼改成一南 一南知道自己得奖后,第一时间跑去兑现 官方提醒他,向他这种穷人突然中奖 很多人都会失去理智,拿着钱疯狂买买买 以至于最后让自己陷入无法挽回的困境 他们特意制作了手册,知道一南这种人接下来的生活 然而,手册并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 大部分都是让中奖者平静下来 至于如何处理巨额奖金,只字未提 一南突然想到自己十多年没有见过的大学同学99 他知道,好友靠着卖掉BiCom购物网站成为亿万富翁 根据上网查询的资料,他的个人资产高达100亿 所以,作为有钱人,他肯定知道该如何帮助一南 再次见面,99清楚的记者两个人 已经11年零三个月没有见过面 99说话有些结巴,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富豪 两人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也没有联系过 99竟然知道一南欠下三千万的事 还说,这点钱他可以借给一南度过贝基 不过,一南并没有向他求助 直到一南中了三个亿,让他把钱全部取出来 想要知道如何处理这笔钱,就要用眼看,用手摸 听他的解释,一南当天从银行取出了三个亿 满满的装了两大包现金背了回来 99告诉他,一张一万日元长7.6厘米,宽16厘米,重一克 三个亿也就是三万张,重量约为30千克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一元硬币也重一克 和一万日元纸币一样重 99也并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使用金钱 他能做的就是让一南明白,什么是金钱 首先,拿着钱,先哗哗体验下是什么感觉 随后便开了party,第二天,钱和99便消失不见 听到这里,阿京再一次将一南的备注从一南改为杂鱼 白来告诉他,99和他联系比较少 从小到消息听说,他最近创业失败,资金出现了问题 很有可能带着一南的钱跑路了 他感觉一南是一个有趣的人 花一百万让手下给他赌一场马 没想到,一南随意选的数字居然中了 根据一配一百的规则,他再次成为了亿万富豪 这让他非常开心 阿京立马再次将备注杂鱼改成一南 可见这个女人见风使舵的能力 白来开始忽悠一南,下一场自己的马会参赛 他做过大量数据调查,肯定会赢 如果投一个亿,会赚回来三个亿 一南好不容易又得横财 他想留下三千万还债 白来却抨击一南懦夫 就是因为他胆子小 不懂得如何把握运气才会让老婆女儿离开 经过他这么一忽悠 一南全部投了进去 结果当然是赔得一毛不剩 一南对此非常的失落 其实刚才中一个亿时 白来根本就没有下足 只是故意忽悠一南 他根本就没有赢得赌马奖金 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 和一南中彩票一样 如果没有老奶奶免费给他抽奖券 他也不会中奖 换白来的解释 金钱就是从你脑子里面过一遍的东西 对自己没有的东西深信不疑 随着他大喜大悲 这就是金钱的真正面目 关于和他家人重新和好 这种事情只是想想就好 并不能实现 一南从白来这里 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回去的路上 他和阿静谈起大学旗舰 一南和九十九都是大学同学 同时在一个落雨社团参加活动 落雨类似于我国的单口相声 是一个考验嘴皮的工作 九十九平常说话结巴 但是十分热爱落雨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要好 晚上喝醉 都是一南搀附着九十九回家 说来也奇怪 九十九平常说话结巴 说起落雨却十分流利 落雨社团有一南开场 火热气氛 主场有九十九的风趣表演 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参观 朋友戏称 一南和九十九加起来就是百分百 两个人关系密不可分 像亲兄弟一样 紧接着一南找到四大创始人之一的 原首席财务官 签注情人 目前他担任金融咨询师 说的简单点就是忽悠人 借助自己之前的名气 吸引一大批人交学费学习 这只是他工作的其中之一 另一项工作就是诈骗 依旧凭借自己当年的名气 吸引智商欠费的人 请一位观众上台 质问一万日元是多少钱 还说人家求困于金钱的概念当中 金钱只不过是一堆数字 和你的梦想相比一文不值 鼓动他把钱撕掉 抛向天空 随着现场热烈的气氛 所有人都掏出钱撕掉 当做垃圾挣到地上 这画面让一南想起聚会 当晚自己撒钱的事 签注信誓旦旦地告诉每一个人 你们的梦想都会实现的 短短的十几分钟演讲 让所有观众做了一场梦 他们精神暂时得到满足 钱包却空空如也 签注并不是梦想大师 而是在所有人走后 派手下将钱收集起来 重新拼凑到一起 换而言之 这和诈骗没有啥区别 至于够不够成犯罪 我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不正经 一南质疑他这种做法 良心不会痛蒙 签注告诉他 你家人价格多少 梦想值多少钱 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所以我给他们标上价格 让他们在短短十几分钟内 做一场美妙的梦 金钱这种东西 从人出生便已经开始崇拜 可以看得出来 签注十分在意金钱 或者说崇尚金钱 如果不重视金钱 当初也不会带头卖掉公司换钱 关于99的踪迹 他也没有办法联系到 他知道99非常恨他 因为在两年前 四大创始人中的其他三个 都同意将公司卖掉兑现 而99坚持自己追寻的梦想 创立Bicom购物网站 最初并不是为了钱 在签注的说服下 99被迫卖掉了公司 这件事情后 签注和99再也没有联系过 他知道有一个人可能知道99的消息 公司四大创始人之一的安田石赫子 他本来是一名普通的女子 经常在酒吧待着 有各式各样的男人出条件收买他 唯一让他心动的人便是99 对金钱没有痴迷 认为有地方住 有钱买吃的就足矣 这点让安田认为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 两人一起创办公司 同时作为情侣存在 直到他当年卖掉公司得了十个亿 99和他彻底刀掰 不再有联系 周围所有人都骂他狡猾 拿到钱 他并没有花掉 而是住进了合租屋里 找到一个和99一样不爱钱的男人 隐藏了自己是亿万富翁的秘密 那十个亿 一直都藏在合租屋的各个角落中 他的心里愧对于99 以至于花钱也不痛快 所幸全部当作废纸藏在了柜子里 99经常在安田面前提起亿男 说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就是亿男让99有了创办bycom的想法 上大学期间 99邀请亿男一起去摩罗哥旅游 机票和消费全部由他请客 晚上由于不熟悉路线 他们找不到旅馆 当地小伙说不要钱可以带他们去 到达之后又要钱 只要五块钱 亿男打算给他 99坚持原则 说好的不给就是不给 为了以防万一 亿男建议把摩罗哥钱藏在鞋底 99称赞是一个好主意 接下来他们游历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在他们看商品时 亿男突然昏倒 摔坏了旁边的盘子 99着急让亿男看医生 当即付了三十多万日元 面对带路人的五块钱他都不给 在好友身上丝毫不吝啬 足以证明99的为人多正直 他们整个旅程吃便宜的饭 坐公交车 住便宜的旅馆 直到最后99才坦言 自己不打算上学 要创业 之前靠打工赚的钱 投资到股票上赚了一个亿 正式打碎盘子的事 让他有了灵感 一个价值500日元的盘子 在某些时候可能价值5000日元 商品的价值可能有着巨大的落差变化 最终的价格还是由人来制定的 如果有这么一个平台 上面的人可以随意买卖自己的东西 卖家可以根据自己对这件物品 珍贵程度来定价出售 买家如果认为价钱合理 就可以买下来 举个例子就是 一件从小陪伴自己长大的玩具 对自己而言是十分珍贵的 称得自己太多回忆 那么就可以标注很高的价格出售 如果有人买 那就成交 交易流程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 这番话 99说的非常流利 没有一个字刻版 一南眼神中充满忌妒 99那么聪明 又这么能说 让他很是羡慕 但99告诉他 我就是我 从来不会改变 回国之后 99便和其他三个人 创办了Bicom平台 再然后公司被卖 各奔东西 只有99未贬出心 找寻多人无果后 一南放弃了找99 他带着妻子 让他签字的离婚协议 在他看来 是因为欠款的事情 妻子才会离开 实则不是这样的 妻子认为欠钱后 一南脑子里面想的全是钱 女儿喜欢学舞蹈 一南却以费用太高 让女儿放弃 妻子很坚决 必须要让女儿学习舞蹈 这一学就是三年 女儿今天能够站在舞台上表演 当妈妈的很是开心 最重要的 女儿也非常热爱舞蹈 一南因为钱 拒绝了女儿开心的事 是他们分居的导火索 妻子当初选择和他在一起 也是因为他不在以前 满脑子想的文学诗集 浪漫的事情 看着舞台上翩翩起舞的女儿 一南终于忍不住痛哭起来 一个男人 一个父亲 对于现实和家庭的无奈 种种重压之下 一南不再想象三个亿的事情 时间过了很久 一次在地铁上 九十九被这两袋钱突然出现 里面三个亿 一毛钱也没少 元素奉还 一南没有任何惊讶 现在抱着两包钱 他也无法拥有家人 当初想的是有钱 家人就会回来 如今这个想法是多么幼稚 九十九拿着钱离开 目的就是让他明白 不要因为突然有钱 忘乎所以 不能让一切成为虚无 九十九不仅是让一南寻找金钱的本质 同时他自己也在找寻答案 通过一南彻底让他明白 金钱很久不变 改变金钱的是人 最后他告诉一南 他还是他 他们两个加起来 依旧是一百分 随后九十九消失在人群中 当年的摩洛哥钱 九十九依然放在自己的鞋里 足以证明九十九的话 他永远都是他 电影的结尾 一南抱着一辆自行车 送到妻子家门口 女儿见到后十分开心 妻子很是欣慰 电影到此也告一段落 本片名为一南 豆瓣评分不是很高 但我认为 本片很深刻 很具有含义 里面出现的人物 刻画得很形象 很饱满 有人会质疑一点 一南丢钱了 为什么不报警 原因就在于 他始终相信九十九 不会拿着他的钱跑路 肯定有着某些原因 才这么做的 影片中出现的每一个角色 都对金钱 有着不同的认识看法 四大创始人 将自己的观点告知了一南 最终让他明白一个道理 别人的看法 始终都是别人所处环境影响的 相同的观点做法 在他的身上是正确的 在别人身上 可能就是错误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九十九那种 让一南亲自体会尝试 询问别人 用身体和心去感受 得到一个让自己活得更好的方式 我非常推荐观看正片 就像我说的一样 这是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和理解 并不代表这是正确的 也不代表是错误的 需要切合自己经历 感受本片带来的不一样感受 听别人说只是借鉴 自己得到的才是最佳的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